作詞 作曲 編曲 編曲 絲把它倒下去 洗乾淨的撈出來 撈到這裡 把魚刀乾淨的撈到這裡 然後再下去炒 炒好了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抹 稀稀的都是油 你看 他一尾在那個地方 這是純的 純純的 一馬 炒好了 要用水把它擠出來 在那裡蹲 蹲四個小時 那油就上來了 那那個麻渣就下去了 純手工做的 沒有辦法裝機器 你用自動化就沒了 剛才那個老三有點像我老婆 很像我老大 老大胖 我爺爺他以前是讀書人 我的爺爺的爸爸是做過那個 鄉下九州村的校長 所以也算讀書人 可是我爺爺那時候 有做過青島市的這個 財稅局的局長 那問題是 再說不要說局長 縣長 市長都來那麼多 那他來到台灣 這麼多親戚朋友 同鄉要吃飯 那沒有辦法 就想到小的時候 我爺爺那時候是騎一個腳踏車 用手磨 為什麼在小磨嗎 就是一個小磨 磨完之後 第一點點騎個腳踏車去叫賣 他們那時候是流亡學生 那澎湖那些人可以 讓他們提早的退伍 所以我父親還在 好像在台中念高功 因為他來的時候十三四歲 十四五歲在澎湖老兵 那十五歲後來 聽說我爺爺那時候 因為撤退來台灣 聽說我爸爸在澎湖 那時候專程去找一些人說 你如果說有墜損在台南 他會可以退伍 退伍之後不輸 不外輸之後 可能在基隆隊 那時候才會成功 他二十幾歲 我七九歲 經過我一個甘霸 也姓馬 跟我公公很疑熟 我公公跟他腳踏 有一個小姐非常高 落落大方 多以標準 我爺爺很像外省人 那第一次就約說 青年節嘛 去台北 那他在火車站等我 約八點嘛 那我八點要出門 我父親一直等火七塊 什麼 一隻收拾菜魚 那我就跟他講 我跟爺爺的朋友 要到台北 朋友在火車站等我 我父親就給我兩個耳光 說不准去 剁一剁餵豬 也不嫁給外省人 經過一段時間 他爸爸就去找這個 他是找誰 找那個趙英夫 國大代表 跟我爸爸是好朋友 又是同鄉 找趙英夫 趙政宣 他不是兩個都是一年嗎 國大代表 他找他 他找他去找這個 檢林曹波 他檢林曹波 說是我爸爸的好友 找大哥 我爸爸一直支持他 這個樣子 檢林曹波去講 所以你不要再反對 成全他們 那我們就嫁給了馬先生 那時候 我有事由我們爆了 從山東 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大部分 很多 一些同鄉那些的 他們認為台灣是 比較 蠻荒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我突然看到這個 本省的小姐 又會包包子 會做饅頭 然後氣質出眾 他們都叫 大家都講 那個 麻油廠的媳婦 是 麻油西師 結婚以後 第二年就生了老大 老後年 那時候 我妹妹都來幫忙 帶小孩 我那時候家境不難 做麻油也是做工 我爸 我那時候我公公 麻油一坪一坪的賣 誰家要麻油送一坪 誰家要麻油送一坪 末了台北稍微 送到台北就開車 他爸爸 他爸爸那時候有幫忙送台北 俄北餐廳 我也跟他去 那時候就慢慢的到民國五十幾年 五十年公公過世 我先生在電力公司也幫忙送麻油 所以趙聖先才知道 還有一個電力公司的員工 家裡是開麻油廠的 他媽媽說 還有這麼好 大陸來做的 這是很難得的 他說趕緊找員工去買六瓶 買六瓶回家慢慢吃 所以就這樣 那到了五十一二年 我爸爸公公 忽然的心臟病 過世了 我就管這個馬家 馬家我就也是 他這些原來的老員工幫忙 幫忙把這個麻油一天一天的做大 稍微還是沒做大 還是做這樣家庭生意 小麥 純純的 一斤馬都是別人用二十幾塊的 我都是用四十幾塊的 所以這樣一天一天到現在 已經做了五十多年了 從二十幾歲就管這個家 每一個孩子那時候 紙馬還沒有到四五十塊的時候 就三十塊 那就是民國五十年 才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已經五十年了 我是多年了 是我先生跟我公公兩個 買地一瓶三百五十塊 這個地原來是 人家那個做那個好像是搭福情的 人家聚會的地方 那我公公來給他們租 為了他們就不好公家的 你怎麼可以隨便租呢 他就放棄了不敢來租 我公公就這麼用著 也沒有人來收錢 就這麼一隻坐下去 那老三 五海市 他讀好了 他就考略肩部 他就考上五人大學 五人大學畢業以後 他也去留美 他留紐約理工學院 他是加州的 老五 對 加州的做日大學 五兩的碩士 這是一步向師 那老二 他就在讀那個商集 我是準備叫他接我這個麻油場 他也接了一段 接了個幾年 他在美國讀書 是在美國開餐廳 也開得很好 現在他在上海開補級班 現在才回來看看我們 他也遺傳到他爸爸 喜歡些古董 照理說 你看我爸爸一直覺得說 我們家是秘書 那這個 我父親一直很講 其實我覺得 我印象就是 我們家過年 是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第一個 春年的現在 其實 真月十五號 應該來我們來採訪 為什麼 我們家真月十五 以前有做蘿蔔燈 我們家整個院子 都是蘿蔔做的燈 然後還有 過年的時候 都是用大饅頭 做什麼 做棗 還有味道 要我媽媽在 他每年 一定要送燈 送燈到水上給我爺爺 就是 講究傳承 那我個人就是 所以我們家 前陣子 發生那個 收水游 或是一些 我們沒有事就是 都是用 老一輩的方法 當然你說沒有進步 那問題是 也不會想一些奇奇怪怪的 跟他講說 清華 也沒有這一套 反正就是 以前老方法用下來 我們幾十年也沒練 對不對 也沒有進步 問題是 也不會想一些 所以也不會有一些事情 但有個叫 包劍 芝麻醬 馬雞 其他 都是他寫的 像我們家村 那個 那個是一個同學 我先生的一個同學刻的 自己刻字 把它貼上了 那個人是 海市 的一個 非常大的 這個 藝術家 那我這個 騎乳麻油廠那幾個 就是 貼上去已經貼五十年了 都不會掉下來 那個麻油是他課的 照理說 台灣是沒有吃這個香油 台灣一家 滴魚 吃香油 幹嘛 奇怪 我到大陸之後 還要知道 江南一帶都是吃什麼菜籽 北方大概都是什麼 華生油 吃馬油 到河南吃馬油 到可能三多四 那時候可能他們就是有親戚 有朋友同向 就做這個 慢慢慢慢的 很多外省的 做牛肉麵 做餃子 黑馬油 那是台灣本省的 就是 原產的 黑馬油就是 麻油雞 麻油酒 這個人可能是認為最補的 對不對 那這個 芝麻一定很好 那 黑馬油 那是 那是 黑芝麻 那香油 是用白芝麻 不過我後來覺得 我們家做麻油酒 都用香油酒 我覺得 更香 沒有那種 那個 胡椒的味道 因為可能 你剛剛說 黑馬油用 擠的 冷壓 沒有洗壓 對不對 那這個可能經過 水洗之後 然後再烤 然後再 那可能 再加熱水 可能就比較清淡一點 我承認 我們在 在 上海的公司 前一陣子 派了25億的公司 大概 很多 有很多 不同的 股東 或是很小的股東 問題是 我們不能說 我們做得很好 那 問題是我們在 上海的公司 可能也有幾百多年多 那問題是 慢慢的 我啦 應該往二啦 老三帶大物做得不錯 老四老五 我會慢慢慢慢希望 真的是 可能現在 看三四三 看水吃水 慢慢希望 落了一個 第一個 麻煩有年紀大 然後 兄弟姐妹在一起 然後 跟這個 我以前最痛恨的 就是肌肉 因為什麼 痛恨的 每天下 我現在也會覺得肌肉 有溫暖 到處什麼樣都是非常美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慢慢就慢慢把這個 股東流 流下來的這個 慢慢的 變成 傳統產業 甚至 變得有一個特色 其實 轉不算前 就不同了 就是那一個 長大那種回憶 跟那個 記憶 那大家一起長大 一起 吃個大鍋飯 那種感覺 是非常快樂的 但是 那些什麼 都會做到 就算了 有個 是